明明應該是用來滑的地方 它有絕的 為什麼我第一次跳上去 我不知道 以為好像平時一樣 一跳上去 已經立刻飛了向前 究竟誰這麼好心 在滑板牆加防滑油呢 原來又是康民署做的好事 于朗早前就在荔枝角峰院的滑板牆 見到這樣的奇景 我見它這麼絕 所以我就是這樣 這樣我平常滑板會這樣弄到它滑一點 然後可能在閉路電視上看到 然後有個傘傘下來 應該是主管來的 然後下來就一下來就說 你不可以這麼吵的 你這樣在過壞工物 他昨天才弄好 你這樣弄掉了色 幸好當時有另一個滑板玩家解釋 職員才放過它 康民署亦在三天之後 清除平台各位的防滑油 處方說是在接獲極限運動員會的意見之後 決定清除那些油漆 但事件在網上廣傳之後 玩家都大罵康民署腦殘 不明白玩家的需要 其實康民署管理的滑板牆 很多時候都問其多多的 好像粉嶺安福街滑板牆 就因為設計失誤 令到玩家都只會去到 附近的安樂門街遊樂場滑板牆玩 我們更加發現場地危機四伏 你想衝上去 其實你可以看一看這片 是沒有地方可以讓你衝上去的 技術好一點 就可能在那邊衝過來 再衝上去再上去 會比較難 但是當我們下去的時候 這個衝下去前面就是欄杆來的了 我們就要技術好的就要急轉避開它 不好的就撞下去 另外在荃灣國瑞路公園滑板牆 使用率一樣不高 死因就是地面不平 我們發現地面有一條大約三米長 大約闊五厘米的垃圾 滑板屋可能會卡住在這裡 令到玩家失平衡 麥詠麟認為是場地維修有問題 OwinTV都望電視新聞台那裡